不太大挡對戰V5 然後最近他們打野選手在輪換 然後對上CASA的話 他算是一種打團比較強的選手吧 然後小龍寶的話 算是前期比較打得很激進的那種選手 然後對上他們的話 就主要把自己的前期打得更好一點 V5战队成绩很好 然后我们的话 感觉跟他们打 就是要把心态调整好吧 然后不要犯很多的失误 下场对战入P的话 对于黑格选手 就是他的前中期比较厉害 所以前中期会竟然跟他去碰撞 场合赛已经快要结束了 然后后面还剩几场比赛 我们就努力赢下来就好了 那两边这种选定就绪 这边V5是更换了打野 他的招心是被对面抢掉 自己拿了回哥 而UP这边来说的话 他的阵容其实没有太多的变化 他也是他也就换了中野 对 那这把江明哲教练 可能还是觉得中野 英雄没有选队 现在再换了一套中野 这把前期给你磕节奏是不怕的 对这一把的造性加冰扭 相较于上把的锐子加猴 主动性更强 怎么还是69分 这个我感觉有可能下落组合的问题 这个就是一直杀 然后一直可以跑 这样西外也是可以 无论西外还是泽力 都是可以继续参与收割的 对 这把奥克出门直接萃取 直接跟你对线打钱 两边都要来 但是UP这边是五个人 有没有机会 抽到了 一个闪现 再挺 一级学了一个盾 哎呦 FOTIC这个一级 加点捏住了 这样子为自己省一个闪现 但是一级学盾 问题就是他推线有点难受 因为一般一级是推得过对面的 也还好我觉得 因为他学这个盾的话 右边要消耗他 他这个盾现在是改成了回血 反正两边下落前期 基本上都是一个 以打前为主 但我觉得UP这把 中野肯定是已经改变思路了 上把搞上 效果不是很好 这把应该 要么先把前期的中路节奏给打开 要么就是中路压线 然后帮下落 现在看起来中路节奏是比较好打开的 Jookie毕竟已经掉了闪现 现在只有一个进化 而且这把感觉有说法呀 Hacker要不要直接红开抓中 直接两级就整理一手 对 两级绕一下绕上面 绕一圈 对因为如果你中路是 看一下能不能扫到这个眼 他的位置被看到了 但是他没有扫到眼 扫到了 知道这个位置有眼 看这不 Portique第一四角 没学技能一开始 再看一下 来 Rookie是被 要撞的一瞬间 尸体冲锋出来的一瞬间 赶紧学了盾 那Hacker知道自己被眼看到了 没有机会两级抓中了呀 那这个眼还是保住了Rookie 这个眼一般都是要给的 因为对面如果五个人入行下半区的话 你上半区一定要给眼拿点信息回来 哇那这样子Hacker直接什么都被看完了 这把的路线已经明牌了 这波感觉Hacker可以直接吃 先看一下上路换血 众母还是惊艳老道呀 老奥恩 Hacker这把速三 把下面蛤蟆一吃看一下要不直接进行Gank了 但是下路边是压线的 所以陈队左边这个下路是有点难的 感觉可以进野区啊 都有线权不就是进野区吗 中路冰爪上来打一套 变形打出来 先换你一波血 Rookie现在还是二级 他必须得到三级才能拿到自己的第三个技能 这样才能够和对面反打 感觉宽艳也是很懂啊 知道你中路没闪 我就给你换血 我打野待会过来搞你 因为如果两边都是满血的话 其实打野来抓中 如果被反尊到了会很不舒服 但如果你先消耗了一波 你打野来说不定 上来就可以直接秒掉 来了 但是这边有一个眼 再扫 第二个扫瞄好了 扫一扫想要进野区 但是小龙猫已经把下半区的野 刷的几乎差不多了 只有一个 只有一个石头人给你吃 也还行 如果能吃这个石头的话 赵道要不要吃 先吃和蟹 不着急 与松石他知道了 对面的打野在上半区吃这个和蟹 这不要回去吗 这不黑客 这不黑客感觉可以直接吃这石头 或者直接搞下呀 这不回去太亏了 这不不好直接回来 想搞中 但是Rookie有进化呀 感觉也不是特别好搞 感觉吃这个石头就很舒服呀 来吧 吃石头吧 直接吃吧 但是小龙宝这波路线也很漂亮啊 我知道我中路没闪 我跟你野区二打二我不舒服 我直接换你的石头 28的 小龙宝的目前的这个刷野路线也是非常的完美 也是没有被控一个双和蟹 而且野区是领先一组三狼的 如果这波刷完的话 哎 这波V5下路想过来看 看到了 开客留了Q 吃个小的 三重爪击第三下 但是没有机会啊 自己家的ADC是在控线啊 那这波UP是选择下路ADC控线 然后不让你下路吃线吃这么舒服 但是没有线吃没关系 放弃克吃了两个小时透人 三个小时透人 对 不过这样子的话 V5前期中单的这个闪线 没有被gank 还是处理的非常的不错的 对 再过一会就要好了 这样一辆前期这个补笔就没了 补笔消除 这把hack回家直接买了个重伤刀 应该是要裸那个大重伤刀 现在很多很多都是先裸练剧剑 然后再出第二剑成花装 第二剑再出成花装 这波小龙宝想抓下 来 小动想动猫咪吗 感觉猫牛 给到了一个猫牛 猫牛很气 感觉有点难走啊 跑不了了吧 这个猫牛 弹 最后是被小龙宝AA下了这一个人头 这波很感慨啊 主要是 喵牛这波直接往前顶啊 这波是想打一波2v2 没有想到打野会在 对 那这波真的有点尴尬了 下路这个队线又出了问题 那本来要保下这个计划 有点无法实施了 因为这波其实 VOTIC都没教什么技能 左边打野也没有教技能 这波对UP的下路来说 有点致命 这可咋整呢 那还可以 没办法呀 只能反向刷野 先刷吧 现在中路也动不了 然后上路的话 也没有那么好动 队友被抓 呃 含泪刷野 苗牛现在在野区走的时候 可得小心一点 他要是 被抓到的话 自己可是走不了 他被小龙宝看到 感觉就比较难走了 在中路保一下 想上吗 感觉没机会啊 对 主要是阻止Rookie 升级炮车 上路 猪妹如果把Q给用掉的话 是有机会的 哎 中 这边是被挡下来了 中闪就挡下了 这个中 回头这个甩G 如果瑞希也没有甩中 还肯拿下这个人头 哎呦 这波猪母 有点细节 伞线直接吃掉了 Rookie的Q 知道你肯定要回头Q 所以提前伞线过来挡 嗯 这就是不带伞线啊 上单猪妹不带伞线 就容易这样子被抓 打个爆破 吃到一层塔坯 这把上马一样啊 猪母 还是起作用了 没办法 还可是把下路抓不了 这个小龙前期加了血量 看一下 又飘飘来 争夺一下 但是现在下路 还算慢哦 算了算了算了 呃 还在来不及 主要下路一直被推线 那感觉 虽然说上路 猪妹被抓 但不是很亏啊 把玩提皮下路塔 这波 这边打完小龙 想留人 小龙堡能不能跑掉 小龙堡不一定能走 小龙堡有闪现 能不能出来 没有扛了一下塔 没有问题 现在还要往前追 但是 鲁皮车得很快 我这一部 UP 做得真不错啊 虽然说小龙给了 但是留下了两个人头 注目这波 TP 立大功 沿突 突回两个 但是伤害不太够 呃 没有人都跟伤害了 而且Rookie没有什么蓝了 这波是真果断啊 上路刚打完 然后直接踢下路 不过这波瑞奇 又赚麻了 这好爽啊 冰女赶紧来补现 再看一下回放 感觉小龙堡 还是有点想太多了 早点闪就好了 他一开始可能觉得 留不住他 但是后面这个熔炉之神召唤出来 感觉人有点晕掉了 你这个奥恩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啊 对 奥恩是在第一时间对面打小龙之后 知道有一个讯息 直接TP了下路他 诶 V5 这波朱妹上路是 有限权 直接带着打野凡理红 还可以打过来有点危险 看到两个人 诶 不过V5的 这两个人也没有选择动手 想来动 快应 快应没闪没大招 但是朱妹大招甩空了 没有机会 稍微预判了一下 但是快应并没有往那边走 他的一个冰爪是给的右边 对 感觉动到了 有一点机会哦 嗯 佛爷哥是可以给大招 而且Rich可以给点燃的 那这波 V5是选择直接来动这个先锋 猫咪也在 那感觉这个先锋有了 这把形式和上把 有点反的过来 前期是V5 空到了两个团队资源 而UP是针对了下路成功 那感觉这个先锋都有机会给上路呀 因为猪妹前面是把上路的塔已经拆到 先锋顶一头就说不定能拆掉一塔的情况 对 有没有 有没有去上路放个先锋的说法 可以让Rookie有大招了一起来 但是下路现在不好受啊 下路现在 塔皮已经被吃了三层 下路这波主要是猫咪出差去了呀 这猫咪去上路出一波差 下路被 点得很难受这个塔 赶紧回来 终于来了 这波还是Rookie把猫亲自护送回家 对 因为下半野区其实布置了对 不少对面的事业了 Rookie这波一走 Hacker就来了 想卡一个时间插单这里有眼 被看到了 想要做坏事 有扫描没问题 知道自己被看到了 那感觉Rookie这波很难受啊 你看 Rookie现在想法就很尴尬 我如果走了 你就要来约我下路 但我回去的话 但我如果不走 我这个中路要亏限 就怎样都不舒服 你看他一走 兵女就可以动 那这波V5应该就是下半局 自己在打下吃了 也还行 这波兵女是选择去吃蓝buff 没有选择直接去动下 但是这一把UP的下路和上马完全不一样 现在下路的视野做得非常的深 这把RK的发挥攻击很大呀 感觉这个确实 中野的对抗性方面 UP是拿捏住了 主要现在中野2比较真打不过呀 太猛了这两个 兵女加造性 不过这一波UP还是得先回家补给一下装备的 黑客感觉钱有点多 回家练剧剑 回家练剧剑了 重度Rookie推完 和刀视野排一排 和小龙宝一起把视野排掉 也许还有两个假眼 但没关系 那个假眼应该是大伙就要消失了 马上就要到时间了 那个眼应该布得蛮久的 对 那是上一波就是来武器下路的时候做的 但这一波造性 刷完也往下走 感觉危险还是很大呀 对V5来说 他这个装备伤害有点高 而且很克制左边这个优敏 Rookie很皮啊 直接走上来 真不怕的吗 后面有小龙宝 还真不怕 兵座直接瞄解 赶紧跑吧Rookie 被迫交一个闪现 没办法了 怎么感觉还是有点太装了 其实Cray一看就知道你有问题 你八级拼什么来打我九级 但是 但是Rookie这样子打完之后 他待会中路会很难受啊 对 因为他没有这个双招的话 快一下个大招对他威胁很大 他待会就很难去 就是推完线去游走了 自己游走必须得亏线 感觉下路有点守不住了 因为中路这个双招一交 Rookie现在保不了下路了 他现在只能保好自己 他中路不被抓就很好了 所以我们交了一个赤链冲锋 自己还是比较肉的 他已经成化妆了 应该没机会 来兄弟你A了我一整套 A了我两三个破败王剑吧 这才掉半血 V5也没办法了 赶紧 直接换线 直接换线 这个医学塔看能不能让 西北尔吃到 哎好像V5更快 对 V5撞出来只有三个人顶 感觉更快一点 有了 医学塔 哎呦这波换线很漂亮 很灵性 高挥避了对面的一个强势点 这波如果不换的话 Photik这把下路要坐牢坐穿了 开个大招 想清这个先锋 能不能清掉 还没有清掉 而且字架被留 摩点中张 空住了 香兵没有秒掉 鲁鲁贴了个大招 但是最终是交了大招 还要交了闪现 这波还让先锋 给撞出来了 这波还是没有清掉 这个先锋 看下路可以换条小龙 不过相较 这下瑞奇发育就 还蛮正常的 他现在 也没有被打什么技能出来 而且在下路 吃的剑也是安全线 是的 他马上就要换住 来中路了 到中期的时候 UP可能就要考虑一下 就是来接种龙团 然后去找机会 多去找 感觉UP这个阵容 找机会能力 比上把强很多 对 主要这个冰女选出来 比瑞兹找机会能力 强太多了 瑞兹其实现在 已经慢慢 就变成那种 发育型 然后用来打团 然后用来打伤害的法师了 对 而且瑞兹 他的强项是单代 感觉打这种正面 5v5的团战 还是没那么厉害 但是只要把西威尔 换到了中路 就等于把西威尔 这个英雄 给解放出来了 因为他在中路推陷 实在太快了 为所欲为啊 他在中路 想推就推 而且推完 还给吃野怪 发育型哥 应该是给吃的 不过现在F6 还没刷新 不过现在UP 还是经济有领先 他的最主要的领先点 还是在打野 这方面 而且这把和上把不同的是 Elk的发育很好呀 上把这个时间点 Elk是被压了20刀的 但是 现在已经翻压刀了 现在不仅是有一个盾弓 攻速节也掏在了身上 他的发育是非常正常的 因为他开门 出门是直接买了个萃取的 他 经济流出装 经济非常好 这把没上把那么难受了 上把就是 西威尔压你中线 你完全不敢动 你只能吃塔下刀 但现在他可以站在这个位置 就你推一波 我可以提前推一下线 不会让那个兵线一直进自己塔 中路兵线 一下就没了 这Elk还得QQQ 还行 可以顶着打 那两边应该要等到下个 先锋或者小龙才能打起来 下一步其实两边都是有得打的 而且QQQ现在因为有一个人 先锋马上刷了 这波黑客走得比较靠前 挺危险的我看起来 我边上有Elk支援的话还好 这波冰女士能先到正面的 眼却得先清上路线 中路打得很凶 贴了鲁鲁技能之后往前压 奥文也在边上 奥文跟猪女打了起来 这个中塔感觉不是特别好A吧 感觉可以去先锋了 直接往先锋附近靠 这波先站好位置的话 感觉UP更好打呀 冰女 直接绕到了一个没有视野的地方 对 她是在蓝霸这附近的 奥文的位置也是在蹲 这波感觉没有 想没有视野 威武不去了 威武可以不去啊 感觉这个中路兵线压完 把这个路口稍微卡一卡 要在这个要打就在这个路口打 对 先A中塔 ADC A中塔 给你压力 换一个冰爪也不敢上 忽然 威武转手为攻 但是也还好 出目 哎 沿途突到了 突到了一个幸运会上 没有问题 大招甩到了 没有人敢跟上 看到两个 不过后面没有什么杀可以跟上 而且猫币也交出自己的目的衝伤 又一个沿途突出来了 可得一个闪现 那现在中路 还想压 UP的血量不是特别好了 而且边上 小龙宝在看冰率 冰率来到正面 也没有机会开啊 这波 Rookie打得很激进 再突一下 要给一个1 先躲掉这个沿途 还要往后 再拖一段时间 呃 这一波 VU感觉打得 还不错 打了ADC一个闪吧 但是UP起码也拿到 自己想要的东西 除了他中塔没掉 然后再加上他拿 他先不拿到手 对 UP这波处理的 其实已经很不错了 他回防的时候 没有很着急 就让Zoom直接走过去 因为左边这个阵容 这个时间点 打Zoom是打风 对 而且 待会UP可以拿着这个先锋 在打小龙的时候 他先放先锋 然后去撞中塔 中塔其实V5的 中塔非常脆弱 他是不能被撞 然后再A两下的 他这个也许能吃一头撞 但是他不能就吃一头 再A两下 所以他有可能在中路 守线的时候 UP就把龙坑给占下了 呃 感觉不是特别好守 这个中塔 感觉先锋顶一下 A一下就没了 对 真守不了 呃 不过对UP来说 有一个说法 就是等小龙刷了 我再放 就给你双重压力 对 就是等小龙刷 然后再放吧 小龙刷放出来 然后这样塔和龙说兵 都可以拿 这把Hacker 第二件是选择 出肉装 对 应该是要选择出 双火吧 双火 对 感觉双火蛮不错的 弗体哥赶紧发育一下吧 这把西威尔发育 没有上把好啊 赶紧刷起来 确实快 但是能吃的线 也就那么多 小龙马上刷新 冰女还在上路 清线 不过冰女这边 自己是有一个TP的 问题不大 Hacker应该是准备 等下波冰线过来的时候 在中路 等自己ADC先清线 然后再放这个先锋 冰女直接踢正面了 感觉这波先锋可以放了呀 但她现在不能放 因为冰线过来了 她要等一下 冰线推过去再放 直接开马快 队友没有看到 这波联动有点奇怪 不过还是把Rookie的双招打得出来 还行 闪现换闪现 但是她打低了 左边威武的血量 其实现在是可以直接来动这个龙的 而且中路先锋 可以放了 现在没有冰线了 这波冰女是没有大招的 不过有个苗表的情况下 阿文直接开大流人 黑客也入场了 闪现躲 躲一下 正面这个情愿会结束之后 黑客现在挂了一个露露的大招 他现在把闪电交完之后 现在能跑吗 感觉还是有机会可以跑的 而且先锋一把中塔给撞掉了 中塔顶掉之后 先锋还想顶第二头 UK可以直接去打这个小龙 现在可以直接去打小龙 然后中TP出来 如果想蹲人的话 这个草丛是有眼的 不好追 来 眼光突到了 突到了一个苗牛 苗牛直接被摸鱼被她给摸掉了 这不是有眼吗 那个眼好像是卡了个视角 一开始看不到 那这样子没有辅助的情况下 感觉不是特别好打了呀 对UK来说 对 冰女也不在这边 抓到这奥克 穿一个墙 赶紧跑吧 但是瑞奇现在是没有大招的 还好他没有大招 这波得走 这波得走 美武这波打得非常漂亮 UK算是做了一波小交换 自己虽然说是拿到了中塔 但是龙丢了 这龙可是布置得非常久 Rookie这波真的立大功啊 再看一下这波是怎么蹲到的 哦 这个是刚好 哎呦 这个是插在外面了 他的这个蓝色视频在草外 这个也太尴尬了 Rookie应该也是知道这个眼是看不到草里的啊 所以直接选择过来一波沿途 这波嘛 这波我是在草里 这个有一点点尴尬 感觉 看来一下这个好像人还放的 因为只有他有蓝色视频 有点失误啊 这个蓝色视频造的 哦 好像上单也有 有可能点了地板吧 要点地图吧 对 但是现在好游戏是UP起码AD发育正常 而且中路线可以先推 因为毕竟把中路塔推掉了 对 而且这个发育的哲力是打团很有操作空间的 现在可以借助中路塔的优势来入侵上面野区 UP可以顺便再把这个塔上塔也推掉 这个塔感觉左边不好守了吧 上面视野这么黑 哦 还是想硬来守一波 不想这么掉 守得很强硬 再守一波 开个直接捅 有机会就上 但是小龙马上是带猫的 跑得好快啊 这猫咪哪一口 皇冠猫咪 五个人聚集上半区 这个时候UP其实 他这个阵容有一个弱点 就是他点塔和打龙都不是特别快 呃 但这个位置打起来 感觉UP要更好打呀 毕竟荣誉 UP的上中两个大招 在这种狭窄地形 都是要更好发挥的 而且这个冰雨的被动 他这个冰雕可以让你一直动不了 嗯 左边的话 这种地形打起来 可能只有轮子妈的弹射比较好用 呃 但是也没有找到机会 UP这波还是做了一下视野撤出来了 瑞希自己没有TP 所以也是直接走到了正面 跳可有双招 关起不大 但还是得小心啊 可以劈一下 小劈一下 这把他还是把进化带了 嗯 感觉进化还是合理一点 嗯 因为左边的控制还是挺多的 因为哲力里的英雄被控住 别人可能就会直接激活完秒了 团控可能就摩点中刀 但小控制一直不断 嗯 经济差距现在只有300块 但是UP的优势是在于 他推掉了中路塔 他可以先做野区的视野 跑快快 优势可的经济也是慢慢补起来了哦 嗯 两件套 毕竟推得快啊 他一波一波技能一波冰线就没了 哎呦 老半天 中路塔 UP不能给吧 直接清一下冰线 但是边上猪妹给的压力太大了 这个中塔走不住了 开大招直接往前 把小龙宝给逼退 旁边嗨客也是冲来养下老猪 但这波开大招保中塔 还行因为他可以推上塔 这波他在中路把人逼退的话 上路快就可以白吃一个一塔 对 而且小龙也没刷新 这个大招可以接受吧 对 完全OK 现在UP感觉 这一把的中期是要处理得比上法好了很多 但现在哲力没大的情况下 UP是不好去把团战开起来的 最好等一下 因为哲力这个大招没有的话 打团拉扯不起来 市军里的较量 L票才有的顶级对抗 现在是完全无五开 两边现在局势确实 就看一波团战 对 看谁的团战打得好 看是西维尔 然后配合上冯月哥加猫咪 能够收割战场 还是说哲力能够一传五 哲力我们最近看到很多 就是那种 绝境之下 然后一个打几个的那种 当然顺风还是更多一点 因为他这个大招叠起来之后 确实拉扯非常的强力 也许视野 你争一轮我争一轮 但是现在一直磨着磨着 威武一起把UP中路塔的血量 磨到一点点 这个就是你待会儿 一个人守线的话 是可以直接往前挤 把这个塔给挤掉的 但是快点现在 推完线就直接过来 排一下视野 做一下艾奥克的保镖 西维尔的清线 还是太夸张了呀 一秒一波兵 真的快 来了 UP选择入侵一波野区 威武他是在这个时候回城 回家补了一波视野之后 然后再出来的 但是VOTIC这波补的是一个大清雲 他并没有选择戴真眼 喵牛做视野 但也不是特别敢往里做呀 这必须是一个露露 做浅一点的视野 对 这个位置中路线 哲力可以先清掉 那看一下野区要不要开起来 奥恩还比较远 感觉这波还是要等一下奥恩 对UP来说 BV这边视野很差呀 慢慢往前探 先插一个真眼 插到了两个人 但是没有看到兵女 现在还不知道兵女位置在哪里 这边RICH被开了一下 但是Q往狐拉 中路 VOTIC压兵先 那这样子UP 要不要来这边顶过来呀 不顶的话中塔要掉 对 UP肯定是不想放中塔的 但是海克尔自己被打零零血量 RICH大招直接放掉了 但这个中塔可以拿到 对于VV来说也可以接受 这个小龙实在不行就给了 因为前面VVV已经拿了两条小龙 而且现在VVV在往上半去逼 他可以吃一些野怪 还可以给你一些大龙的视野压力 这波VVV完全可以接受 还把你野区清了一轮 而且他甚至可以去推上路塔 上路塔是被咸锋撞过一头的 推上塔的话 有机会可以去 机会去的话是有了 有TP 这个TP下来很危险啊 可能会有沿途的 说有奥恩 奥恩还行 如果是兵力的话 感觉得交个散了 对 て奶ε 那这波打不了 这一块一块三十块都是钱啊 这边还有一个 瑞奇不排了 下路吃兵去 而且这样子慢慢拖下去 我还是感觉西威尔这个英雄大团要更加简单一些 毕竟配一只猫咪 就得看两边AD的发挥了 可现在发育也不错 他也是有carry比赛的机会的 他马上有自己的第三件装备了 但是在此之前Voltik已经补出来了 他现在已经有300块钱的补导场金 中路兵线推过来 再是Voltik秒进 UP好像想给一下大龙压力 先集合做大龙视野 兵女是独自在下路新线 说实话UP这个阵容打大龙 速度跟开玩笑一样 我觉得他们应该是想大龙逼一下团 对 因为现在除了大龙之外 其他的资源不是特别好逼团 因为他们想打起来的话 确实只能来大龙这边埋伏了 你正面推塔的话 西威尔一下子就把你兵线清掉了 没有机会推塔了 而且自己手还比较短 但是打大龙的这个阵容 确实打得又不够快 现在比较尴尬的是 大龙的那个先锋是V5的 现在起码得等这个先锋 不是先锋 是这个河道循迹线是V5的 就起码得等这个河道循迹线消掉 你再去蹲 不然别人也不会过去 而且这个西威尔真的 冰线消失数 太为所欲为了 这冲入冰线一下子又没了 大家知不知道英雄联盟史上最长的比赛就是T1这一场 人家打了94分钟 ADC就是一个西威尔 就是Teddy的西威尔 海克别戳上来 戳了一个老猪 龙虎先生召唤撞不去 但是没有撞到Rookie Rookie跑得非常快 而且自己被开了 怪你一个大招 沿途躲了一个沿途 回头Fontic意识在A 海克又开出了一个新约护卫 感觉要被留了 Rookie一个大招上来 直接留人 旁边弹了一下 两边互换了一下上单 但是这边是吃了一个小龙宝的魂 Rookie的输出环境非常的好 状态也很好 直接一到Rookie脸上 打Rookie三千多也多 一打四 有机会到Aelk 全收了 Fontic带着猫咪想跑 进化解一下 被猫咪奶了一口 二打二 但是现在再追就不是特别敢了 现在要打成一个三换三 你别说Aelk这个泽力 这把是打起来了 侧波打得好极限啊 两边都很极限 而且猪妹上次也没有想到 Zoom这么肉 他上去虽然留到了空 但是两边切前排的速度都很快 这波主要是V5第一波 皇冠加西威尔大招 先拉开了很关键 不然Krein正面可以开的 Krein这波大招是背货左延突了 没办法 而且Rookie那个闪现交的也很有必要 他不交闪现 有可能Krein会直接过来跟一个大招 而且后续Rookie直接开大 回到这边打团 怎么看一下Aelk Aelk这波输出是直接拉满了 小龙宝变成了奥勒多扛不住 伤害非常非常高 闪现左延突 谁让挂了一个虚弱 听话点解掉 一灯到了这种残局 那确实Aelk操作空间上很大的 因为前面对面控制都焦光了 这波两边 赵燕斯现在交换都结束了 还要再开 杨来 没定出来 被小龙宝晕住了 对 被小龙宝稍微晕了一下 感觉两边都没有闪现的情况下 优边要更好打一点 因为他们这个开招距离要更长 看一下UP这波要不要把节奏拉满 ZUM这个开招能开到很多人 但是Rookie这个大招 他是只能开到一个 这波给大龙压力了 但是这波ZUM是没有大招的 只有兵女能开 要不要给压力 其实可以稍微等一下 V5只要对面打大龙是挺慢的 这个位置ZUM先卡在这个草丛 Kuain也在左边的阴影处 找一波机会开 应该在等Fotik或者Rookie过来 比女不在 那知道比女应该就是在蓝区附近的 但是UP还在给压力 接着打大龙5000血了 你来不来 你来我就开团 看到了 Kuain在旁边 哎呦不敢打了 这个强慢直接把这两个人封走了 一万局还要接着走 二三次再来一次 就是要比你过来打团 你来不来 找到兵女了 但是小龙宝 小龙宝大招 破关天理痛了出来 这一个混血润 直接把喵牛刮掉了一个半血 打不了了 打不了了 UP这把你撤退了 那反而是另一边 V5可以入侵野区 甚至他可以在中路逼一下兵一剑 逼一下二塔 反正这个红 Fotik先吃掉 然后再去中路轻波线 这波V5对大龙的处理 非常的冷静 知道你这个阵容 打大龙很慢 而且现在 还可以去动小龙 小龙V5是可以先动的 另一边Zoom 回家补完装备 直接交TPTP到下路冰箱 但你这么动小龙的话 我觉得UP不会让你 现在的小龙第五条 一万血很难打 真不能动 真不能动 现在谁动这个小龙 就很危险 谁动谁出事 现在宽宁的大招还差一半 真面小龙宝想开 但是Hacker直接拉开 两边都很紧张啊 现在 但是现在UP也很冷静 UP应该是要等一下 冰女的大招的 马上就要赚好了 还差四分之一 做我们的大招已经赚好了 他马上可以打抱着果实下来 这波感觉UP可以开了 左边的技能不是很全 西娃尔先把大招开出来 猪妹去接艾奥克 正面龙三前选不敢动了 有支撑召唤接撞 装到小龙宝 小龙宝过来 往前面 他敢顶吗 两边要平成了 平成 照片的龙 小龙宝现在是没有大招的 猫咪下来 PP杆着没有人可以接他 正面感觉不好打了 瑞雪能不能跑掉 一个Q 但是自己是没有闪现的 要被挑起来了 艾奥克直接拿一个DoubleQ 而且正面还要追 艾奥克 一个一转强 感觉可以单吃吗 不敢A了 等下队友马尤步 拿到一千块三杀 而且大龙也可以接着拿下来 剩下一个Rookie 一个打五个 有没有机会抢龙 他身上是没有换惩戒的 现在抢龙有点难抢 想那想算了 算了算了 亲中线吧 UP把大龙拿下来了 中期 他们扛住了 哇 这波UP的拉扯 拉扯的有点漂亮啊 因为侧面 瑞雪虽然去找艾奥克了 但是艾奥克把猪妹 这个大招给躲掉了 而且侧面直接往前一顶 小龙宝如果赶到前面 他哪怕把龙抢了 他也可以直接撞墙 然后把小龙宝给撞起来 撞起来 小龙宝上一波 交付大招的 他没有通关天灵 而猫咪也没有可以接的人 一尸两命 而且猪妹第一时间不在正面啊 小龙宝是可以直接切到你的后排 这波打完超远距离的滑墙 小龙宝这波回家是已经神装了 感觉这把UP很大概率可以拿下了 他现在不仅神装 他出了一个水瓶世代 很稳 就没有进化的情况下 你也很难开到他 而且他有鹿鹿呀 下路 永双定下 要不要直接动 感觉 哦没有选择动 感觉刚冰柱是不是有机会啊 感觉这个有点扛不住 也许觉得猪妹有点难上 稳一手 也没有想到队友伤害这么高 下路的超级冰 有两台炮车 猪妹也直接来到正面 这让西渭尔碰到 要不要直接开大压人 但是西渭尔碰到兵线 这兵线可能就消失了 这也太快了 龙宝召唤往前顶 但是这个时候已经没有到兵线了 想开Rookie 但是回头这边冰军权被秒掉了 快点大招都没开出来 猪妹有一点点危险 但是前面艾奥克扛住了 哇艾奥克太狠了呀 直接把左边全部人压走 他的伤害太高了 但是现在再往前推 也没有那么好 因为毕竟TP了 猪妹想留人 猪妹没有大招 但是没关系 一个都别想跑 V5这波想留人 瑞雪已经绕到了后面 看一下 右皮怎么怎么处理 第一个W进攻 全部撤退 通管天灵下来 想留 接着留 留海克尔 海克尔是没有大招了 海克尔回头迈向自己 猪妹先倒了 一换一 但Rookie来了 Rookie拿下一个双杀 剩下一个LK 通管天灵 直接拿下1000块 是不是一波了 不会吧 不是吧 上路有平线啊 想直接去一波 但是有宽影 宽影能守吗 这波在塔前 刚说完 刚神装的一个Elk 刚说完直接一波结束 直接来 宽影有大招有闪现 看一下能不能把兵线清掉 兵线清掉就不为被一波 队友最快复活的是一个 陆路10秒钟 这几个人拆的其实还挺快的 感觉有点一波不了吧 直接进线就可以了 再交一个闪现躲技能 算了算了算了 还有一个金身针 一波不了 有闪的 闪出来 勇双停一下 但自己还是被收掉了 又打一波团灭 陆路复活 下一波兵线来了 但是不能一波了 UP的其他队友也马上复活 我感觉是我们刚才那个大招 在塔前开得有点慢了 他开大招的时候 前面 就是近战兵和远程兵都没了 对 因为我觉得是如果要推着高地 可能直接开大招逼走这个 GV可能有机会 但Ruqi这个大招封的也太好了 对 他刚好还把对面这个系列冲锋给挡住了 后续的话确实没办法了 有一个绕后TP也 这波在后面流 开始Hiker大招已经开过 这波追击 踩着滑板的Ruqi Zovo Rich也是 用命强行把人留下来了 对 抢再太一点 Ruqi 一跟一 那这波打完感觉V5又有机会了呀 把这个大龙Buff守住了 Ruqi感觉这个大龙Buff跟没打一样 而且又吃了一大波终结拳 但Ruqi现在有个好处在于 他现在是有听牌龙的 他可以先把视野给占下来 而且他中 就是下路移居了二台 这波 也许是也可以先占一轮 小龙马上刷新 看左边招牌是技能双C有伞啊 这波V5打团还是挺好操作的 但小龙Buff自己得小心被开 小龙Buff自己是没有伞的 Zovo Rich赶紧开大招救一下自己家打野 看下Zoom吧感觉得开吧 Zoom看一下要开谁 两边先互相亲一下 明显讲开Ruqi Ruqi 三线躲掉 回头一个现在月也没有晕到 所以赶紧给一个意识能把身位给拉开 那这波Zoom没有大招 看一下V5怎么选择这个龙魂 有点不好给啊 这个是火龙魂 火龙魂现在在打 9千卷8千卷 不想让Ruqi顶上来 但是Ruqi这把发育不是特别好 很痛 可以打到一个三分之一血 龙 龙谁呢 龙 哎 小龙Buff拿到了 小龙Buff能走吗 他通关前进来的 救一下 右边可以救 没有救到 这个是 他的人头是被 但是小龙Buff已经立功了 抢到这个龙 没让右边拿到龙魂 而且上路的兵线 上路的兵线很多 正面还想留V5 现在想要留猪 我们感觉是走不掉了 另一颗没压 一颗没压他倒了 另一颗已经变成一颗猪压了 喵球 喵牛不走吗 沿途突回来 这个系列中部没有冲出去 但是现在已经足够了 其实V5现在待会等一下 他偷家都可以 这波 UP也是成功撤退了 哇 喵牛好团队啊 而且 这还要回去救一下 对 而且 没想到小龙Buff把这龙给逞下来 哇 小龙Buff这波真的力大功 这个龙魂如果被拿的话 正面团队真的很难打了 龙宝 龙宝 抢龙的宝啊 这个龙抢下来 再看一下回放是怎么抢到的 痛冠天灵进去抢的 所以他出不来 痛冠天灵到极限位置 然后 498 啊 还给人一千三成的 小小小 我感觉这打团拉扯的确实很好啊 就 应该是指挥的很好 嗯 就进去就打野为人 进去抢 我队友其他人不进去 这波猪妹也没有 直接顶到前面去 但这个位置 还要往前走 哇 小龙宝自己很危险 现在小龙宝自己没有闪现的情况下 得小心点 而且Rookie上波也是交过闪现的 感觉奥尔来到正面是可以找Rookie的机会的 但现在UVP一直面临一个问题 就是他中路兵线一直会被推过来 对 PoTik推的实在太快了 而且现在上路的兵线也是有压力的 来 风一下什曼 直接要推中路 好 这个什曼 可以撞 但是Zoom可以顶开一个缺口 但只有他一个人敢走这边啊 队友不敢走 高地快被破了 PoTik也是往下边撤退 不给机会 而且撤退的同时 再稍微发育一下 是个三狼傻的 上路的兵线怎么办 超级兵 感觉上路兵线还是得再去管一下啊 UV这边 不然你下波团战打起来 你家可能要被偷啊 Rich是又有GP的 兵女过去管了 中路兵线直接去龙区 但是小龙宝就在旁边看着你 小龙宝这把也是 移动眼做得很好 火焰哥这英雄开1的话 诶 中路直接开 解掉之后解交1走 对 是用水晶世代给解掉了 那这波 初美没有大招了 现在左边也不好开团 感觉V5这个团战得 拉扯起来才能打 但与此同时V5的下路兵线其实也不是特别好啊 没有人能去管 UVP有一个好奇 就是他的上路水已经快复活了 朱美要去吗 下路兵线直接不管 怕这个大龙 朱美有TP 呃 但这个打大龙的速度 好像还行 9000血 8000血了 但是现在敢在龙坑里面打完吗 V5人齐全来了 小龙 来 直接开 直接开外面 又开到了B女 B女什么都没交出来 龙之人召唤撞了一下 这边是终于把龙给拿下来了 人能走几个 通关天理 小龙宝虽然是溜了出来 但是大龙已经被对面给拿了下来 不过现在由于阵亡了一个Crying 现在感觉 V5其实是有些反推一路甚至两度的 呃 UVP看一下要不要推 但是感觉状态也不是特别好啊 朱美只有半血 小龙宝只有三分之一的血 还是想推 还想卡一波时间点 Rookie换了个治疗 也直接用掉 感觉得走吧 这个位置状态真的非常的差 对 这猫咪一口奶奶不回来 只要你全是残血猫咪怎么奶啊 你一个人残血猫咪的奶 这波打下来之后就看究极决胜团了 就是这一波七龙猪的团战 呃 UVP这波虽然说手持大龙buff 但是 还是不好 推高 还是得等这个 小龙 因为左边有个西威尔 你大龙buff 和没有 没区别 对 两边都是把鞋子卖了 Elke这边是 补了一个服务甲 另一边的话 HOTIC他是补了一个火炮 哇 两边ATC全是拖鞋六神装 西威尔补着补着 这把团战真的是两边ATC的秀啊 哪边能秀起来哪边能赢 渺牛这边也是被打了一套 但好像是现在Elke水银弯刀他有了 所以他虽然没进化 但水银弯刀还有 小龙buff没闪 还是要小心自己的位置啊 冰女大刀动到他 他很危险 正面是让FOTIC和猫咪轻中线 轻的还是非常的快的 好 但这个位置被UP卡住的话 感觉V5很难受 V5想利用中路下一波B线 给UP压力 尹雀先大刀封路 封住了三个人 把人封起来 这边想要开 奥文可以敲开一个洞 但是先把辅助的闪线打开了 Hank被抬了回去 不过不敢跟 回头这个容身召唤也没有撞得特别好 而且中路现在再把兵线一催 这波有 有没有中路直接一波的机会 不敢 有没有大龙buff 不敢 还是要来生这个风魂 大招已经放过了 快点来了 直接往前 动 做Fotica Fotica交出了双招 双招交完之后 直接先动前排 做我们能扛住吗 他又实际一个通往前列子 哇 Elk的输出环境太好了 直接闪现往前 Rich精神结束之后 但是Elk没有管Rich 直接往前顶 猫鼻下来 再跟一下Fotica 可以追 这波可以追 Elk的状态非常的好 一个W过架 没看到 但这里有个眼睛 轮子妈知道 Elk的位置 往下走拉扯 而且还要找兵女 兵女没有被留住 你别说他绕一圈走掉了 但是两个TP下来 踢到了后面 左边右边都有人TP Rich下来 能不能保住 快一个1 兵爪过墙 感觉被留住了 跑不掉了 Fotica如果阵亡的话 可能一波比赛就结束了 再下路兵线就可以 熬战41分钟啊 下路兵线 下路兵线 兵线很远 但是复活的时间也很慢 有机会 有机会 注目可以直接卡 他很肉现在 但Ricky去断了 他在戒 向天再戒30秒 可以可以 这不可以把这线断了 但是 对 可以吧 应该能断 他不断吗 他不断的话 也能守 因为Rookie不活了 Rookie可以先用大招守 Rookie是有大招的 没有选择断这个兵线的话 感觉右边还是有机会一波 仰来直接 撞到 撞到 抓到一个前排 Rookie根本扛不住 一个沿途突到 但是根本不痛 一颗梅亚塔倒地 另一颗梅亚塔 带清兵啊 不清兵的话 要被移波了 又一个沿途突到了 但是猫躲出来之后 感觉还有剧可以反打吗 降手 猫咪一个大招 这边留到是一个重 但速很肉 后面 喵姐已经过来了 他像是有大招的 只要清线就行了 这波V5 只要清线就能守住 比赛还没有结束 还没有结束 下路的兵线甚至想绕了一圈 绕到中路去了 虽然说 UP拿到了这个火龙魂 但是 V5还有机会 他们甚至还有偷家的机会 因为UP基地只有一个门亚塔 现在两边基地都是只有一个门亚塔 的情况下 但是看一下下一波团战 猪妹偷好像有点慢 猪妹如果要偷的话 可能确实有点慢 感觉得西维尔开大带队友一起偷 对 就直接冲进去 或者说等猪妹的TP好了 然后Rookie 开车过去 插个眼 两个人偷 因为现在要打正面团的话 感觉UP已经占据了上风 由于这个龙魂 对 而且真的就是 ELC这个发育实在是太好了呀 怎么 得来点点子了呀 感觉V5 ELC他只要有进化 或者是太阳水晶 现在在你找不到他 你杀不掉他的话 这团战 为UP就输不了 UP现在也懂啊 正面团无限好打 直接中路压过来 大军压进 但是这个没有大龙伴 你是说说的 因为过这个拼太快了 还是得来给点压力的 这边找到了小龙伴 跑得很快啊 猫妹有皇冠 上路的塔都可以直接扛着拆掉了 不掉血 注目这个奥文现在巨肉无比 Rookie来了点子王 但是有没有被这个眼看到啊 想偷了 来点子了 想了想算了 算了 但是这个点子不行啊 他这个位置应该是只是想找角度去开团 因为他身上是没有没有眼的 对他没有换那个黄色视频眼 对 他如果换那个 换那个视频眼可能是想偷 他一个人偷不掉的 家里还有一个塔 想开团 应该是要等到猪妹来正面 哎没有 他直接过去偷了 他想看到了 他想偷一个水晶 他先把水晶给偷了 自己跟人A A的速度还行 怎么说V5的众人 是跟随大哥的步伐 还是先去龙坑附近 小龙宝已经到龙坑附近了 小龙宝感觉得试一下吧 这个大龙不抢 右边拿到了buff 后面就没有偷塔的机会了 来吧 龙龙谁的 热力拿了下来 而且中路 中路还被逮住了 快硬把Rookie给吃了 单吃 但是现在 现在V5可以先把兵权骑一骑 但是中路兵 胜路兵权又进来了呀 而且UP车波不选择回家 直接上路继续押近 A是六神装的 不需要回家 接着推 怎么办 V5现在 Rookie还有40秒 感觉很难守了 FOTIC知道清线很难 换了一个 预风 预风出来想清线 哎呦 感觉这都高地得给啊 不好守 感觉有可能直接一波结束了 这个奥文和造星 顶在前面怎么清线啊 冰女也TP落了正面 来 要开FOTIC FOTIC是没有盾的 今天中好做的一个键 直接拆就可以了 感觉拆一下就赢了 UP 即将他们 他们即将把比分搬平 我们恭喜UP 恭喜UP 我真的就是 泽力只给你就打到后期 真的有点呼吸 主要是 这么拿到 拿到这个火龙魂太关键了 嗯 就前面没拿到龙魂的情况下 就是打团可能还是有来有回 拉扯一下V5这边能打 但是 当UP拿到这个龙魂之后 真的你可以看到这个团战 现在伤害已经不在一个级别了